注意看 原始天尊带领江子牙等人来破朱仙镇了 原始天尊率先进阵吸引火力 顿时无数道金光就向他袭击而去 不过好像根本伤害不了他 看通天教主走了出来 原始天尊便劝他撤去朱仙镇以免伤了两教合起 可是通天教主受深宫暴等人挑唆 是要和原始天尊分个高下 只见他射出道道金光 结果原始天尊一抬脚就给挡住了 而另一边 江子牙靠着金光护体和八卦一的庇护 很快就取下了朱仙镇 当剑被取下的瞬间 与之对应的阵法也立即就被破 而杨简哪吒等人 倚靠原始天尊刺的护体金光 也顺利取下了另外三个门的宝剑 眼看着朱仙镇被迫通天教主仍不罢休 搬出压箱底的法术跟原始天尊斗了起来 而他的徒弟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先是多宝道人被江子牙用打神鞭打死 而后金牙仙和龟灵圣母纷纷被杨简和哪吒打回了原形 果然产教对待敌人的风格 就是当场能打死的绝不会留到第二天 深宫暴还想逃跑 结果被哪吒等人跟在后面狂追 就在两大教主斗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突然他们的大师兄太上老君来了 并且将二人的斗法强行分开 果然大师兄的法力是更胜一筹 太上老君一来就把通天教主给说了一顿 说他作为一教之主怎能不明善恶逆天行事 光听这声音还以为文太师又复活了呢 通天教主见大师兄和二师兄是穿同一条裤子的 这也没法再斗下去了 于是掉头就打算走 谁知却被太上老君给施法困住 而深宫暴逃着逃着突然看到师父迎面而来 这下真是无处可逃了 他还想做垂死挣扎 结果原始天尊顿时就将他的法器没收了 接着就施法将他困住 深宫暴忙向师父求饶 可是师父之前给过他机会不珍惜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原始天尊一掌就将他拍成了渣渣灰 最后产结两教之间的纷争以结教的大半告终 如今深宫暴已死咒王这边就更无人可用了 大臣尤平建议大王从民间招募能人一世前来相助 西齐大军很快就攻到了免池县 黄飞虎勇猛无敌 首战就将免池县的两大副将王左和郑春双双斩落 以至于黄飞虎感慨成汤如今的首将都是一些九郎饭带 夺取朝歌已经不用摧毁之力了 他万万也想不到后面自己尽命丧于此 免池县的首将名叫张魁 要说张魁倒没多少能耐 不过他的夫人高兰英可是相当厉害 他用万古炼制出了一面白骨帆 凡是从这帆下经过的都会被射走魂魄昏迷不醒 除非有他的回灵咒语才能解救 第二战 金炸和木炸二人负责打头阵 张魁见到他俩就跑 二人还以为他是打不过于是就追了上去 不料却中了张魁的刀 被插在路边的白骨帆给射取了魂魄随后被抓了起来 想到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齐一般简员都比较少 而朝歌每次只要一打败仗大将必死无疑 以至于最后到了无将可派的地步 事后江子牙看出了白骨帆的威力 他想到哪吒乃是莲花化身没有三魂七魄 说不定白骨帆对哪吒无效 于是他让哪吒将计就计混进敌营救出金炸和木炸 另一方面让黄飞虎率大军走小路趁机进入免池县内 很快哪吒就只身前往交阵 打得张魁大军屁滚尿流 张魁假装逃跑引哪吒上去追他 不得不说哪吒真是个戏精 只刚接近白骨帆就立马头晕了起来 然后扑通往地上一躺 完了还不忘偷瞄一眼张魁 优优独播放